陆涛和陆亚迅不欢与散 陆涛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坚持下去 青春励志小说奋斗 作者徐康正在播出 在公园里陆涛和陆亚迅正在争执着 陆涛说 我算是想清楚了 我觉得你就是不想看到我成功 因为那会让你有挫败感 让你觉得自己无能 你的生活刻板沉闷压抑 你只求平平安安 一点都没有生气 你知道我现在看上你心里怎么想吗 我就觉得你就是一个退休多年的小干部 除了不满就是不满 除了小心还是小心 你现在还有希望吗 还有梦想吗 可能你有过 不过早就得忘了吧 好了 我走了 你啊 接着逛公园吧 争取多活几年 小心打太极的时候 把金给撑着 陆涛转身想抽烟 但烟盒空了 他生气的把空烟盒扔到了地上 然后走了 陆亚信愣了一下 把陆涛的空烟盒捡起来 扔进垃圾箱 然后叫了一声 陆涛 陆涛回头看了一眼 接着走 你一到关键时刻你就跟我拿枪拿吊 陆涛又叫 陆涛你等一等 陆涛站住了 陆涛追了上去 你确信你知道整件事吗 陆涛扁扁头 当然了 我确信 那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手续并不需要现在马上办完 除非你们需要出售项目 听了陆亚信的话 陆涛坚定地说 这是我的项目 我会一直看到大家搬进这新的房子去 我们不可能 绝对没有任何可能 现在出售他 晚上 陆涛逊带着陆涛来到一个局级干部的家 负责俩西装笔挺地坐在沙发上 旁边一个老干部模样的人 带着老花镜 在看他们交上去的材料 他正是主管这一道手续的一位局级干部 姓朱 马上就要退休了 进门前陆亚信比陆涛看起来还紧张 陆涛小声地问 你怎么了 我从来没有在这种事上求过人 回忆着这一幕 让陆涛感到陆亚信对自己的感情 这个时候保姆过来端上了一盘水果 局级干部抬起头了 你们吃 这是我老伴 一早出去买的 陆亚信和陆涛都推让着 那位干部接着看 翻过一篇又翻回来 啊 就是这个问题啊 陆亚信和陆涛都点了点头 嗯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 陆亚信小心地问 朱老 那这个 这样吧 回头上班我跟老周他们碰一下头 说一说 然后给你打个电话 放心吧 老陆啊 这是小问题 这个胸脯啊 我还是能拍的 那好 那太谢谢了 老陆啊 我要说这个 咱们老同事这么多年 你可从来没有到我这坐一坐 这么着 为了儿子才来 你这个儿子 挺能干 啊 小伙子有出息 这么年轻 就干这么大的项目 嗨 他也是给人家打工 哎 老陆啊 我这里有个事啊 也得跟你说说 这个办公室不好讲 这里呢 也没有外人 陆亚信 边听 边点头 老陆啊 就是那个 星州梦幻的项目 老徐上次 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啊 说不敢再见你 就怕 陆亚信 冷汗 当时就下来了 狙击干部 接着说 我呀 今年就退了 老徐也是托我最后一次帮忙 老陆啊 那这十一长假一晚 我就叫老徐 去你那 怎么样 听到这话 陆亚信 只能是满口答应 现在 连陆涛都看清楚了 陆亚信要付出的是什么代 代价 权力是可以互相交换的 陆涛知道 陆亚信付出的更多 他觉得自己拉陆亚信下水了 他陆涛是理直气壮的 但陆亚信呢 他一点也不知道 不过 陆涛还是知道一点点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陆亚信不会为自己这么做的 但是若是为了陆涛 他会做 并且陆亚信现在已经做了 从老猪那里告辞出来 父子俩默默无语 陆涛忽然觉得陆亚信对自己是那么好 陆涛开车把陆亚信送回家 车停下之后 两个人分别从车里出来 陆涛招手 陆亚信走进了楼洞 陆涛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陆亚信回过头来说 还不走啊 走吧 走吧 到家啊 别忘了给你妈打个电话啊 陆涛低下头 又直起了腰 今儿的事啊 那个 委屈你了 谢谢你啊 陆亚信走进了楼洞 身后的灯灭了 与此同时 在医院 华子坐在病床的边上 听着华子妈说话 华子妈拉着华子的手 孩子 妈 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唉 你爸这个人 我不说他了 妈就想告诉你一句话 妈呀 舍不得你啊 妈 你啊 别这样啊 别这样 你没事 不用紧张 那个大夫的钱啊 我已经给了 人家说这种手术 他每年做两百个 一点问题都没有 再没问题 那也是要开膛破肚的 哎 妈 这开膛破肚 你也看不着 一进手术室啊 就给你来全身麻醉 等你醒过来 什么都好了 我才不信呢 万一 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呢 哎呀 怎么会啊 人人都能醒过来 没问题 你能保证吗 能 当然能了 你爸 他没什么本事 妈这辈子 可没想过什么福 净吃苦了 啊 等你好了以后啊 我带着你想福 没吃过的 咱都吃一遍 没去过的地儿 咱都去玩玩 怎么样 行不行 真的 真的 有我呢 您那就好好养好身体 就得了 嗯 那信你了 哎 华子 妈的存折密码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来 再说一遍 就是咱家的电话 当然记住了 哎 妈跟你说的话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来 重复一遍 要是你手术完了 醒过来 把存折还给你 要是没醒过来 留着给我花 不告诉我爸 要是你爸生活上 有什么困难 妈呀 你那指示 都是自相矛盾的 我记不记得都一样 你说吧 到底给不给我吧 哎 这孩子 你要欺负我呀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让我死不瞑目啊 啊 你听我说 妈 不用说了 我说 你醒过来 存折还你 没醒 存折我留着 里边的钱还不能花 随时得注意我爸 生活什么困难 还得帮他 对吧 还有什么 还有 你刚自个儿说的话 你都忘了 啊 对 你要是大难不死 我挣钱让你享福 好好过日子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睡了啊 明儿一大早 你爸来接班 你干什么都别跟他说啊 行 放心吧 我喝剩下那鸡汤 就跟那呢 你夜里要饿了呀 就喝上两口 别出去吃了 这医院边上的饭馆没谱 哎呦 妈 你要再不睡 这可就天亮了 好好好 我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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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子妈翻身睡去 华子坐到边上的一把椅子上 低下头 准备瞌睡 华子妈低声叫道 水 华子站起来 把水滴了过去 华子妈喝了一口 又开始咳 华子把妈妈扶起来 把水喝完 看着妈妈重新躺下 然后呢 眼巴巴的看着华子 华子 哎呦 喂妈 你说不想再听我背一遍您的假遗嘱啊 哎 这个孩子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呦妈 你烦不烦呢 你赶紧睡觉吧你 华子妈含着眼泪 把头钻进了被子里 停了一会儿 华子听到一声嘀嘀而长长的叹息 唉 华子 妈 麻烦你了 华子没说话 华子妈翻了个身 睡去了 华子靠在椅子上 头 慢慢的向后仰了过去 她想到母亲活了一生 就这么一些琐碎的愿望 华子突然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凉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 陆涛把车驶入了远道公司的停车场 却看见徐志森冲他招着手 陆涛把车停在了徐志森的身边 刚打开车门 徐志森就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乐涛啊 朱老主动给我打了电话 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这件事情办得漂亮 现在法兰克不风景 前景明了 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我现在呢 已经跟公司里的人打过招呼 以后的事情啊 要以你为主 我一会儿要去看一块地 你忙你的吧 哼 老徐啊 这是洛尔逊帮个忙 我估计啊 这是他这辈子从来都没干过的一件事 当然了 陆涛 别忘了 法兰克不风情 也是你这辈子从来没干过的一件事 真心的 祝你成功啊 徐志森说完 匆匆忙忙的走了 也就在此时 在华子妈的病房里 华子爸和华子站在床边 华子妈闭着眼睛 躺在干干净净的病床上 忽然 她的眼睛动了动 妈 华子的妈 妈 妈 你醒了 华子的妈 你说话啊 华子妈 慢慢的 睁开了眼睛 华子叫着 妈 手术成功了 对 大夫说你没事了 她向我保证你 你没事的 哦 这 这手术做完了吗 当然了 什么废话嘛 妈 这真是八月的早 就切了一点 您那真是福大命大 造化大呀 啊 这刚一迷糊就过去了 哎呦 这 这刀口有点疼 没事吧 没事 那我说华子妈 正常现象 切开这么长一口子 哪有不疼的道理啊 哎 那我想再睡一会儿 听她这话 华子和爸爸赶快往外走 华子妈突然叫道 哎哎 等等哎 那那新房装修 等我好了再折腾 我认识好些个人呢 就买东西便宜 行 爸 你看我妈 没问题 好了吗 为问题 在新疆和田的一个旅馆前 夏琳背着双肩背包 心烦意乱的听着同行的人 在服务台跟服务员吵架 他们的设置组住店有了问题 这个时候 他的手机响起来了 夏琳一看 是陆涛 喂 喂 喂 陆涛 陆涛我听不清楚 夏琳 夏琳 夏琳你在哪呢 我们明天进沙漠了 今天晚上换旅馆 没有床位 现在我们整队人都在旅馆外面等着呢 哦 那你还好吧 我没问题 你用不着担心我 夏琳 你得祝贺我 你被解雇了 什么呀 最后一个问题都被我解决了 我成功了 我的项目可以多赚一亿 远大公司从上到下 现在再也没有人说我闲话了 跟你说到处都是奉承声 大家对我都是笑脸相迎的 我跟你说 我把项目分成了几块 能赚钱的都分给了朋友 你赶快回来 我想你 我想许你 真的越快越好 我现在特别想一直把车开到你面前 你听见了吗夏琳 你喝多了吧你 顶级的直华式 你说什么 哎 我这太吵了 我听不清楚 夏琳 我成功了 咱们结婚吧 夏琳 祝贺你啊 什么 夏琳 你说什么 我说 你都成功了 我哪配得上你呀 陆涛急急的进入了远大公司的财务部 财务小姐满脸笑容 陆涛交给他一丁单子 这些单子我签完字了 请把钱打过去 对不起 徐总说了 他没回来之前 不要签任何单据 这个项目是法兰克服风情 对不起 陆经理 法兰克服风情也不行 我这是急事 那请您先给徐总打个电话 我要接到徐总的电话通知才可以 他电话打不通 你这么做 不是让远大公司没信誉吗 真的对不起 我不能违反公司的财务制度 陆涛站在一边 拿出电话 拨通了徐志森的手机 电话里是长长的盲音 忽然 一丝不祥的预感掠过了他的心头 他回到办公室 前台打的电话说 有人找他 陆涛说 行 让他进来 门一开 发现是华子 西装笔挺的 走了进来 诶 老 哥们这样像销售吗 你先坐吧 怎么回事啊 你脸色不对啊 没事 这公司的效率也太低了 一个一个部门都那么死 徐志森不说话 什么事都不能干 忒讨厌 那我的事呢 你等一下我问一下 喂 张植吗 过来一下 我这儿要用个人 好了 这是我们人事部经理 我这两电话 先跟他打声招呼 门说着就开了 人事部的经理张植 走了进来 老张啊 这位是我的大学同学赵新华 我们都叫他华子 我特别希望 他能跟我一块组建 法兰克福风情的销售部 这个 陆经理啊 销售部的两个负责人 公司已经定了呀 什么时候定的 这个 徐总半个月前就定了 那你再加一个 徐总临走的时候说了 不要再找人了 这个项目可能会停止 你说什么 哪个项目 就是您做的这个项目 不可能 这个项目是我们最赚钱的项目 怎么可能停啊 您甭说是我说的 这 徐总亲口说的 那个 我先走了 说完 张植静止走了 华子看着陆涛铁青的脸 问他 哎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这好像是哪出问题了 此刻 陆涛的电话响了 设计之分 陆涛赶紧接了起来 喂 徐总啊 我非常着急啊 你 你 哦 好好 哎 行 那我这就去 挂了电话 陆涛呆呆地坐了下来 哎 怎么回事啊 说是有事 当面跟我谈 那华子 我得先出去一下 嗯 飞广州 你的事跟我回来再说 你放心 只要有我陆涛在 你的事 绝对没问题 哎 别为哥们儿跟着翻脸啊 哥们儿其实也没什么正经事 你这方面你可小心点 行 走吧 华子 我直奔机场 估计过两天回来 好好照顾你妈 我的车你先开走 本话 我不用车 你自己小心吧 两个人说着往外走 陆涛把车钥匙 塞进了华子的手中 你从电梯下去 车在地库 出门卡呢 仪表盘上放的 放心看 我呀 得赶紧走了 陆涛飞到了广州 却被告知 徐志森已经去了三亚 陆涛又飞到三亚 从机场直接赶往一处海滩 只看见徐志森一个人 在海边来来回回地走着 陆涛跑过去 徐志森用手示意 让他坐在不远处遮阳散下的一张沙滩雨上 徐志森走过来坐下 两个人一起望着大海 海风吹得陆涛的头发飞舞着 徐志森大声地说 很坏的天气啊 是 很不平静的心情 对 很坏的心情 嗯 那么如果现在有刚刚套现的 两亿的无锡资金在你的手里 你的心情会好起来吗 我不关心这个 徐志森对陆涛的回答 非常的意外 那你关心什么 我关心法兰克服风情 我们已经 没有法兰克服风情了 听了徐志森的话 陆涛猛的站了起来 没有了 徐志森用兴奋的目光盯着陆涛 说着 对 我已经把全部的股份转卖掉了 卖给谁啊 卖给香港新泰 叶英雄 你见过的 你 你卖掉他 你卖掉一个 稳稳可以赚大型的楼盘 对 我卖掉了 因为我们已经赚了钱了 陆涛你知道吗 我这样做可以让我们的资金 利用效率提高 你的项目可以让我们在以后的两到三年里 盈利三亿 现在我们直接盈利两亿 而且还赢得了三年的时间 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你把我奋斗一年多的成果卖掉了 我都没有见过他的样子 在施工中很多系部都需要处理 而且当他完成以后 还会有潜力 还会有前景呢 陆涛啊 是你还会有潜力和前景 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 忘了法兰克福风情吧 总是忍不住寂寞 掉下眼泪 陆涛终于在三亚的海间找到了徐志森 他没有想到法兰克福风情 真的已经被徐志森卖掉了 青春励志小说奋斗 作者石康 连波 小曾 卢迪 有 美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